在芒谷TV送走了旋风里的学长学姐们 新同学明小夕终于前来报道 一进校园明小夕就让我们见识到了 神力女超人的实力 想知道这场大戏是如何练成的吗 我们去片场看看 紧接着明小夕室友敏荣脑洞大开 又上演了第二场大戏 我们来采访一下当事人的心情 今天拍了第一集的一个场景这样子 那第一集就有非常精神的画面 是拿中国的武术剑两个后砍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在拍这个片段之前 就先练过了不然真的太危险 因为那个剑大概那么重 而且它是头是尖的 那个刺压其实不得了 那我必须要讲一个很惊醒的事情 我觉得两个拿剑在那边护砍 然后什么的 画来画去我觉得那些都还好 就是我不会害怕这样 不过那个镜头实在太可怕了 今天拍的是小夕在学生上面 第一次跟木饼冰箱 那个是木饼冰箱 她都沒有告訴我她的聲音 噢 然後我就 就在樓梯上 其實我就有點神經質 然後就 這是精英會的招牙 瞬間暴衝 今天畫面今天要大家犯罪的 炸 準備下一份好 千萬元 你們知道不然是我最擔心的事嗎 吃半格我的臉會很醜 你知道這桌子有多重嗎 導演說她搬起來的時候 連她都會嚇嚇 所以她正很重 事實證明 我的確是一個私人超人 還在雨林 無法離去